因為我很想留下一些時間 請各位多給我指教 我最近寫了一篇文章 在網路上有很多人在傳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到這篇文章 其實我這個文章標題 《土地徵收》 是一個最嚴重的忽略不實性 真的 我這兩三年來 我的感觸非常非常的強 它是個死刑 但是我不知道 我們真的不知道 而且這是一公開線 我這一篇文章特別要給都市計畫 跟地震界的朋友 我發表在奇摩的地產專案 那一位朋友給我邀稿 我每個月有一篇文章 我在那裡放 我特別要給都市計畫跟地震界 的一些朋友 我希望他們 大家能夠想一下 《土地徵收》 其實如果不是一個 沒有符合必備要件的話 其實是一個死刑 對不對 好 我們知道 伊勤華被判徒死刑的 其實不多 而且一定要經過三級三十 有沒有 但我們還經過在法外 還有非常上述 時間從我們拖的環境 比如我知道 有最近一個死刑犯 叫Chill the Sun 他從29歲被關 一直關到現在52歲 還在被關 已經幾年了 各位 您率一下 這是一個死刑犯 秋和順 其實我認為也是冤枉 不過我們今天不是要談這裡 我要跟各位一樣 以秋和順為例 他都被關了二三十年 目前 沒有真正的執行 但是我們對土地徵收呢 現在我說它是個特殊的事情 我們的社會呢 其實非常非常的慶善 根本沒有經過法運的審理 我們是透過誰審理 透過委員會 真的 我們都委員會 區委員會 還有組成審議小組 我們透過這些委員會 就定他們實施了 其實是政府在宣判 你看那個張藥房這個案子 為什麼我們那麼遺憾 針對王坚平的案子 台北地方法院 就同意要拿什麼 假處分 那真的張藥房 我們對台東包的行動法院 我們的律師 蔡東菲律師 也趕快去提一個假處分 房子先不要拆 那個訴訟還在進行 但是台東高的行動法院的法官 又說什麼 差人沒關係啊 以後猜錯了 就有金錢補償就好了 真的 真的是這樣子 但是現在鬧出人命呢 金錢又要什麼補償 我們的法院 是不是裡面有個假目標 人命一條多少錢 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假目標 那 我們這樣的死刑 其實沒有未經法院的審理 就直接下去了 而且時間都非常短喔 時間都非常短 大普的案子時間只有幾年 只有三年 各位特別注意喔 只有三年 台南 如果真的按照賴清德的計畫 的話只有兩年 因為我們都什麼 我們被列為國家重大建設計畫 我們就什麼 我們預算就開始編了 你懂意思嗎 都市計畫 區域計畫 土地這麼多計畫 還沒審 我們計畫 我們錢都編進去了 對啦 那你要怎麼 你要不要執行 像賴清德就看到那個錢 怎麼幾億 現在初步是293億 百分之87.5是中央負擔 百分之12.5是地方負擔 那就看到這個293億 就是這個錢 已經憋了 憋了要趕快拿 要錢不要命 時間都很短 航空城幾年 他們一直 要我去參加製救會 其實我一直在擋 我們桃園的朋友 我一直在擋 但是我最後真的擋不住 你們就一定要聽我講 我去參加製救會的活動 幾道沒位子做啊 一定要知道這一點 沒位子做啊 兩次兩次都這樣 你知道 那個民眾的焦慮 多焦慮 他們不懂法令 幾乎都不懂法令 什麼叫故事計畫 主義中原來根本都不懂 但是我們現在就要下去了 按照毛澤國 他的一個計畫 明年就要開始操傷了 你看我們桃園機場A7幾年 還不到兩年 A7案 我跟校部導師長 我們兩個在這邊對談 不到兩年 這個死刑的時間 這個死刑的時間 竟然那麼短 為什麼我會說死刑 我以前我也不知道 因為他會繞不出來 他晚上很多人晚上會睡不著 會很焦慮 他必須剛開始一定很多人要吃安眠藥 我跟各位坦白的報告 尤其我們政府的官員跟你們報告 他一定吃安眠藥 有一些吃安眠藥 越吃越重 到最後也沒有用 整天就這麼昏昏沉沉的 慢慢的就變憂鬱著 有的變躁鬱著 當藥房就這麼 他本來是好好的 我認識他這麼久 我到最後都變成好朋友 真的 他本來是好好的 我等一下會有他的照片 他媽媽是日文 他那個情緒 從小就會交易你 很多情緒不能外出 要非常的內力 那等一下你再看他照片 那後來他那個情況 所以要跟各位報告 很多睡不著 要遭遇症什麼 你跟他談不了幾句話 他就開始罵人 而且罵得都很難聽 就遭遇憂鬱 到最後就會慢慢走到那一方面 他不是說一下子 他會慢慢 各位千萬不要以為說 大普子死了兩個人 諸王罵三日前8月3號自殺 張耀皇 張三文 他也死亡 各位千萬不要以為只有兩個人 我們政府從來沒有做過一種要塞 結果土地徵收完之後 你做要塞 原來住在那邊的土地被徵收過 後來他們的生活狀況 我們從來沒有做過 從來沒有做過 從來沒有做過 這個應該趕快要做 死了很多人的啊 我們去那邊 我常常去 去就說 本來住在這裡已經走了 而且歲數 大概都六十歲上下而已 不是說八九十歲才走 六十歲上下 為什麼 憂鬱 把悶 繞不出來 是這樣 所以我說他是一種 特殊的死刑 而且我們沒有給他任何的救濟的管道 沒有 只有錢 當然你去徵服 你也只有徵服到手 所以我認為啊 我們土地徵收戶他的權益 竟然遠遠比真正的死刑犯還不如啊 還不如啊 真正的死刑犯還有三級三神啊 我們土地徵收戶咧 沒有啊 我們行政官員往往是依法行政啊 來合理化一切 我們這部 最近有一部電影 叫做《真理無據》 我幫各位我們去看 可能會已經嚇騙了 因為票好一定不好 各位最近可能會看到有關於 漢納惡然 他所說的邪惡的平庸 有沒有 我們有特別有一本書 麻煩你 如果你們感興趣 其實你可以上網路上 找很多的資料 他就會講 一個德國的一個納稅 他殺死了很多猶太人 後來他跑到南美洲 以色列特務去南美洲 把他綁架 綁回以色列 然後來進行公開審 他的惡然很重要的一個政治學者 也是我們現在的院長 江尼茂院長 非常仰慕的一個學者 他去參加那個公審 並且寫了書 寫了很多的文章 他認為 為什麼 那一個人 其實他認為那個人 其實非常的平庸 跟我一般人其實沒有臉 那不是特別壞 他都是什麼 上級給他命令他就做 要什麼他就做 他的回答 他也覺得在法庭上的回答 其實每次大概也都是一樣 上級的一個狀態 我就按照什麼狀態 要我怎麼做就怎麼做 其實本身不是一個很壞的 本身是個很平庸的人 所以他座右都在講說 他講什麼呢 什麼叫邪惡的平庸呢 就是我們不會去想 不會去 thinking 他用這個字叫 thinking 當我們不會去 thinking的時候 我們就陷入這種邪惡的平庸性 我們往往 我們用切割的辦法 反正 那個都是政治 反正都是依法行政 都是你們決定 你們怎麼決定 我就怎麼做 我管不了那麼多 我們就不會 不願意去 thinking 不願意去想 去反思 所以他那惡然最主要的一句話 就是 thinking 他希望我們能夠多想多反思 所以我也很判解 我們在場 尤其是年輕的朋友 你們一定要多想 多 thinking 看看我們這個土地徵收條例 要怎麼看 所以我最後有一句話 其實我嚇得很重 我說啊 現階段的土地徵收 又如同不斷上演的大屠殺 那表例 大屠其實屠殺了不少人了 表面上我們看到的 是這兩個人 他覺得不是如此 我很擔心 未來的漢工程 有幾個人被找 漢工程都拆遷 不過按照我看到的資料 是一萬多戶要在家 每一戶一定要算四個人就好 那麼幾萬人 好 所以一定要慎重 所以我最後的一個結論 我今天其實沒什麼結論 我只是要把 要把 張生文先生 他不斷誤辱的問題 我們要提供一點 不斷誤辱的問題 我們 cine都幫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